嗨 大家好 我是湘琳 我是Simon 整個風格完全不同 對 一點落差 你要來跟大家簡單先介紹一下自己呢 對 就是我是一個饒舌歌手 但是其實我並不把自己定位成是 只做饒舌音樂的歌手 對 因為我喜歡嘗試蠻多 不同類型的風格的音樂 對 所以其實我如果要介紹的話 我會比較說我自己是一個音樂人 就是我是音樂的Simon 對 那當然我比較喜歡的風格 是比較舒服 比較慵懶的 對 所以你可以在我的作品裡面 看到比較多的饒舌的部分 那是可能比較輕鬆的口吻 對 然後比較多意境的畫面 想要傳達給大家 我覺得透過今天這一集呢 你如果跟以往的我一樣 覺得說嘻哈就一定是那個樣子的話 嗯 今天你可以大開眼睛 看到不一樣的嘻哈 或是不一樣的饒舌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沒有那麼的你想像中的饒舌啦 對 或者是也不用 一定要有一個什麼立場跟想法 才能聽一首歌曲 對 真的就是比較放鬆的 可以來聽 而且你的作品很多都跟食物有關 對 就是不自覺的就發現 其實我很多作品裡面 都有一些食物的譬喻 對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 蠻微妙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仔細的挖掘看看 那像在今年5月20號呢 你推出了一張新的專輯 到剩下其實也幾個月了啦 但是呢 在這幾個月之間 你還去過了不同的廣播電台 到今天你覺得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或是不一樣的事情想分享什麼 其實我之前去的廣播電台 比較偏在地的廣播電台 因為我5月20發行那張專輯 是鄉下道都市 是跟我家鄉宜蘭致敬的 對 那其實之前上的廣播電台 我們聊到比較多是佛在地的 宜蘭的東西 對 那今天來到鄉林的節目的話 我們就會聊比較多 跟音樂有關的東西 而不只是有關宜蘭 但最後也是會分享一些可能 因為我畢竟身為宜蘭人 我會分享一些比較不一樣 比較獨到的觀念跟看法 還有一些見解給大家 好啦 那想知道更多呢 那我們就繼續聽下去囉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聽經典零距離 我是主持人鄉林 最近啊 大家對於快嘴很著迷耶 像是第54屆金鐘獎中 視網膜它那個超狂快嘴 它就是用這麼快的語速 然後把金鐘獎播放的平台 一次唸完完全沒有吃螺絲 然後讓現場的大家 跟電視螢幕前面的大家 就是掌聲臉臉啊 那其實快嘴呢 也很常出現在饒舌音樂中喔 所以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位相當有個人特色 快嘴對他來說 只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小伎倆啦 他的音樂呢 有暗黑系的風格 現場一起來歡迎Simon 陳馨宇 Yeah 大家好 我是Simon AKS Simon from Lantau 也可以叫我Stayco 對 就是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快嘴 但其實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音樂性多一點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 我想要帶給大家是比較舒服的 然後可能一些比較爽一點的畫面 對 所以我會加入比較多的音樂性 比較Melo一點 比較多旋律的 然後 讓你們在我的歌曲裡面 也可以 比較看到說 喔我的個人特質是怎麼樣 然後 然後把 饒舌歌曲 跟我的個人特質 綁在一起 對 就讓它不是一首 可能純饒舌 然後可能只是純唸唱的東西 對 所以 了解 就是如果只是一直重視唸唱 可能對你來說 會詞跟曲有點分離吧 對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就畢竟我的 我的生長環境 就不是像 很多美國黑人在貧民庫裡面 打打殺殺 然後就小時候就是什麼 很多就是可能會講到毒品啊 然後會講到暴力的東西 對 因為我覺得 饒舌很 很重要的一環就是 也很酷的一個就是 他可以講你的生活 就是 比較 real的東西 比較real 比較你的 你的 反映你的現實生活 那一面 對 所以我覺得既然我的生活 就沒有那麼多的 打打殺殺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一些 比較天馬行空的一些 比較 比較多幻想的畫面 對 所以我就會把它 這些畫面跟故事 吸引的東西 中和在我的歌曲裡面 所以就是 讓大家是比較 放鬆的 比較舒服的去感受我的歌 對 那麼饒舌音樂呢 作為表演藝術 其實像剛才有提到 就是除了詞以外 槍 土都很重要 那其實Simon他的音樂呢 比較像是 慵懶的饒舌的 這種唱歌的風格 所以其實你聽阿 音樂會覺得 他是在說故事 那樣子的感覺 而且還讓人充滿想像呢 那其實啊 饒舌的風格 是蠻多種的 你當初是怎麼 確立自己的風格呢 嗯 確立風格的話 其實 我來來回回 一直 一直在找自己的風格 找了蠻久的 其實我自己 我以前一直也都沒有發現 我找了多久 那其實也是到 最近前一陣子 應該講說 今年19年的上半年 要接下半年左右 我才認真的回去想 想說我的風格 到底有沒有確立 對那 其實 我在可能 創作 在表演的這個過程中 就是 我算是比較貪心吧 因為我每一種風格 都想做 像 之前有一陣子 就是我很喜歡聽 Tropical House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也很想 try 比較 比較動感一點的 那 那某一陣子 我比較喜歡一些 比較舒服 比較心靈一點的音樂 心靈嗎 心靈 對對對 就是那種可能睡前可以聽 聽一聽就會覺得今天 本來心情不好 然後突然變好 然後可以很舒服的 就直接去睡的那種音樂 對那時候我也很想做這一種 那也包括一些 比較lo-fi感的音樂 那還有一些 可能比較造一點的 就是因為想要在舞台上摔嘛 就是做炸的 對就沒辦法 就做炸的 所以其實一路上以來就是我一直在嘗試 對那包括因為我覺得 因為每個人 不管是老子歌手 或者是音樂人 或者是你是歌手 或製作人 你一定有一個是你最專善 最拿手的項目 對那我後來就認真去思考說 因為每個人聲線也不一樣 包括我喜歡的唱法 那我本身的聲線跟我的唱腔 那我就去綜合一下 然後去拿捏一個平衡點在 那我現在就 其實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我也是後來在最近這幾個月 然後找到我可能比較適合在某一種 可能題材上也是 題材上我就會喜歡一些 比較像是說故事的 那可能是比較抽象的 然後我也蠻喜歡用蠻多譬喻的方式 對那我就會喜歡加入一些比較饒暢的元素 對那其實早期 大概在三四年前 對然後因為我有一個團體 叫Simon So One 那我跟So One那時候會蠻喜歡做一些比較燥比較炸的 那那時候剛開始流行trap 對那我們就很喜歡做一些808股的東西 然後就是那種很炸 然後現場很好吵那個氣氛的 不過不知道可能是年紀漸漸增長了以後 我就會覺得好像要成熟一點 對因為就是其實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 比較少琢磨在饒聲音樂的 那他可能就是也是會聽 但是就沒有特別會去挖掘 那他可能聽到以前的一些歌 他就覺得 欸這個怎麼好像有點中二 對可是我覺得 我就會覺得欸那你不懂 那是很炸很帥啊 我好什麼中二啊 搞清楚 對但是我會覺得其實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音樂不同 那我會希望漸漸讓大家可以 不要說一定要喜歡 那讓他們可以試著去感受 我音樂想要表達的東西 但有些人會 他可能就是比較直觀 比較主觀一點 他可能一開始聽到 喔這個可能他猜接下來 可能你是會怎麼唱 他不喜歡他就關掉 但我希望讓大家可以比較 慢慢的來接受我的東西 所以我會希望他們 我會換位去思考說 那他們會比較喜歡哪一種東西 對那其實我會覺得 比較舒服一點的 就他們接受度比較高 對啊畢竟 因為我試著想過 如果我今天的東西 那我可能在電台上播出 或是我在哪個平台播出 那可能今天這位聽眾朋友 那他可能剛下班 然後剛開車還塞在國道上 對結果他聽了我一首 這首是很炸的 然後就是我一直 我的flow什麼都黏在一起 然後他聽 越聽 越分開 對然後心情越來越 越分開 然後越複雜 然後剛好老婆又打過來說 你到底今天要回家 飯都煮好了 然後他就會永遠很痛恨我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要讓他就是 舒緩他的情緒 鬆一點 對那剛好我符合我的人格 這個時候也是比較 peaceful一點的 所以我就會漸漸的希望 我接下來的音樂創作 會比較著墨在音樂性比較高 比較鬆 比較舒服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節目的一開始要為大家 送上這首歌曲是 呃 先請大家聽一下 這首歌算是我的自我介紹 叫做 me myself and i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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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my my self and 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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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自己不能睡一根 他人妥協 在關係的同時也和另一個我正在來電 有時候快分裂 我的人格是30細胞狀 要如何才能拼造出完整的我但又和他們不一樣 這問題埋在心田底下 超級久 就像水綠一直包覆住我的耳朵 把心靈雞湯喝下 包緊緊的套裝 先卸下沒有成長的公司 今天的來賓呢是Simon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歷年專輯 我發現你的專輯都在5月20號發行呢 一個是2017年首張個人專輯類 然後再來是今年也是5月20號發行家鄉致敬的專輯 鄉下到都市 那這個稍後單元呢我們會專門的好好地來聊聊 因為我覺得這塊很有趣 那首先當然要問啊 怎麼最初會想踏入這個圈子呢 因為人家都說音樂其實很難養活自己 但你偏偏跳進來了 是什麼音樂讓你進入到獨立音樂圈 然後創作的呢 其實一開始我是算是純粹喜歡 然後欣賞這個文化 對因為其實我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歡吃文化的東西 包括我以前小時候的時候 就是我很喜歡打球 然後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看人家跳舞跳捷舞 雖然我完全不會跳 我也嘗試著加入那種大學熱舞社 那我就不行 所以就是希望就是透過可能看別人跳舞 然後去感染 那就是再來就是饒舌音樂嘛 因為我小時候就 我從小就蠻喜歡聽饒舌的 那以前以前聽的時候 因為現在的饒舌可能比較多元 講的題材比較多元 那也有一些比較正向 比較歡樂的比較福音的 那或可能講比較生活小品的 那以前剛開始大家對饒舌的印象 都會覺得好像就是比較淺嘛炫富 然後講到女人 所以就是MV裡面就會有很多很多女人啊 然後熱舞什麼 我還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很喜歡聽那個一個歌手 叫Nelly 然後那時候同期還有什麼 吹牛老爹什麼 對然後那時候聽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 我家電腦剛好就是有那個波階網 那時候剛開始有 然後我就連上去 然後看那個 因為他們以前的MV都是那種 他們還有分那個就是 比較比較辣的版本 跟比較OK的版本 對然後那時候就看到比較辣的版本 然後裡面就很多很多妹啊 然後穿比基尼然後在那邊熱舞什麼 然後我每次看的時候看那個 欸就是我不是在看AV片 我看嘻哈的MV 可是我都很怕 我爸媽他們會看到我在看嘻哈的MV 我懂 因為我之前就是跟我弟 我自己就是轉電視 轉到那種電視後面會有那種 比如說都是放西方的歌曲的那種 對對對 然後放MV 然後就是雖然他們身材都很好 但是因為穿的少 然後重點是那個鏡頭的 針對屁股特別拍 要不然就是針對胸部特別拍 然後看了我們兩個就是就連紅紅吧 就傳得說天哪 我到底在聽音樂還是在看MV 對但是就是其實長大以後 後來就是真的開始在唱以後 就發現你要用一個非常健康 非常健全的態度去看他 沒事沒毛病 一切都OK的 對現在就是 其實這也沒什麼好講 現在就是其實 有時候回家鄉宜蘭的時候 就是用電腦看什麼那種 超西啊超辣的MV 就覺得正常 我覺得應該也是因為以前小時候可能會覺得對什麼東西 可能別人越近就越覺得 欸可以偷偷看 然後其實根本沒有那個意思 但就是 對啊 哇那個方向 就只是一個饒舌歌而已 就沒有辦法想的 想的那樣子嘛 就很健康的 創作好不好 玩音樂健康 那講到創作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剛才我們前面提到你的音樂風格嗎 那接下來呢 對於音樂沒有特別的創作 所以我很想知道說 欸你的創作是靈光乍現嗎 還是一個怎麼樣的流程呢 嗯其實 其實應該講講說 我自己啊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他的創作方式不一樣 只是就是之前也有一些朋友 可能他是剛入門的 那不管是在做西亞音樂 或他做其他風格類型音樂的 那他們有時候也會問我一些意見 那我會提供我自己的過程 那我的創作過程給他們做參考 對那 因為我 我個人蠻喜歡在 在就是那種 可能通勤的時候 就像有時候可能做客運回家鄉宜蘭 那可能有時候去表演 因為我家鄉在東部嘛 那 不光是回宜蘭 有時候如果去花蓮旅行 或者是有時候去表演 那其實 我蠻喜歡利用那一段時間的 我會希望自己在這一段通勤 在這一段交通的過程中 然後我可以創作到某一個階段 可能是一首歌 或是可能一個完整的架構出來 對就是 算是我個人比較 怪的癖好吧 我覺得這好像是那種 給自己一個沉澱的時間 因為 你剛才這樣講的就想到 有點小岔開 就是 美國有一個作家 為了讓自己完成一本書 所以他就是從美國飛到日本 然後再從日本飛回來 就這樣兩趟時間 就把那本書完成 因為他覺得在飛機上 是唯一不會被網路打擾的 所以你剛才講起來 好像就是在這一趟過程裡 你覺得你可以算專心嗎 就是把一件事做好 對 但是你知道 因為飛機比較貴嘛 對 所以我們就可能統連客運 沒錯 就替代這樣 也是一個方式替代這樣 對對對 所以就是其實有時候 就是 而且我發現就是 我以前啊 很喜歡就是 除了在做 這些交通運輸的過程中 然後因為我平常 我平常在台北工作嘛 那我上班也是機車代工 我也很喜歡在邊騎的時候 然後邊想一些靈感 然後邊唱 然後我之前就是 因為通常 台北的紅綠燈很多 而且都是那個 九十幾秒 對 超崩潰 對 然後所以就是 我要轉換一個模式 等到紅綠燈一下 然後我一停的時候 我就要 就是 就停了 就熟了 然後就是可能在騎的時候 然後我再繼續再念 然後有一次就是 自己過嗨 自嗨這樣 然後忘了熟了 然後就旁邊的 好像有點嚇到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我還沒有在意到 而且那個 一綠燈我又繼續起 然後後來那個警察 就來問我就說 欸 呃 你應該還好吧 我就說我還好 然後說我看你好像 嘴巴是有在念什麼 還是 有在吃什麼 是不是 我就說我沒有啊 就是 念我的歌詞 對 然後後來他真的很不相信我 對 然後 我後來就說 我後來直接還開我的YouTube給他看 因為我想說那時候趁機就是 就是直接洗一波那個警察先生 對 我就說欸 就是我這些歌手 然後就是 如果你有朋友也喜歡聽饒舌 就是可以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對 就是 趁機推薦他一波 對 因為我那時候是真的 太亢奮了 就是 也算是一個創作的過程中 我就邊騎 然後邊想靈感 對 所以就是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找到他自己 最舒服最自帶的方式 對 對 那我不知道 我就比較怪 我就是喜歡可能搭車 或甚至騎車 我就覺得很爽 了解 欸 很酷欸 原本以為你可能會講 創作過程就是 啊 騎車騎一騎 突然想到一個靈感 然後就趕快 旁邊 車子停在旁邊就把他寫下來 但是現在聽起來 你的創作過程其實是很舒適的 對 就是 當然 當然如果 如果之後還有機會坐到飛機什麼 當然是最舒適的 對 不過目前 目前先以 客運為主 對 機車 然後我們升等到客運為主 對對對 那你在一開始創作的時候 會不會參考誰的臨摹嗎 因為其實像 比如說讀設計的同學 一定都知道 對 老師一定都會說 你自己在那邊空想想不出來 你就參考別人的 然後加上自己的 成為一個自己的東西 那你會這樣做嗎 呃 其實應該講講說 呃 我平常就是 一直都有在聽音樂 那我可能聽的風格 不僅只是在可能饒舍 對 那我個人也蠻喜歡 比較電子 偏電子 像future bass 然後drum bass 那一種風格的東西 我還蠻喜歡 然後比較lo-fi 比較sung一點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聽的東西很多 那 就是 應該講說就是 其實我覺得 不知道這個歌手吧 就很多音樂人 就是其實還蠻 在某個方面都還蠻任性 蠻固執的 對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我想要做一個就是 Simon的風格 就是Simon的風格 就是Simon的風格 就是Simon的啊 沒有什麼在 像誰像誰 就是其實我之前 我以前 我以前剛開始玩的時候 我會喜歡比較著墨 在一些詞句上 喔 對 然後 就是 就是可能我重複一句 我就會一直去修飾 對 那我現在 我覺得我現在的風格 是比較 比較 比較平易近的 對 那那時候 我可能會做更多的譬喻 我就覺得我現在回去看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過 對 那那時候 就是 就有一些身邊的 可能聽眾朋友 他們就會把我跟 就是 有一個台灣 蠻大館的嘻哈場排 叫顏色 他們就會把我跟 顏色裡面的一個歌手 叫國旦 然後做比較 對 那就是 我也很尊重國旦 因為我覺得 國旦他 一直以來都在堅持他 比較 東岸老學校 就是嘻哈本格派的風格 對 但是 我就是想做Simon的風格 咩 對啊 好喔 因為想說 有沒有一開始參考方向 但其實發現 就像你說的 你剛才講說固執 其實我覺得換一個比喻 應該是 你們都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 對 這樣好像比較好 對 好很多 很婉轉 就是因為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其實可以 你就不一定要 一直一直一直去想說 我要跟誰比較接近 然後再找回自己 你可以一開始就找到自己 那 平常有特別怎麼樣去尋找靈感嗎 有的人可能會為了尋找靈感 比如說故意把自己逼到一個極限 然後可能那一剎那就蹦出一些什麼 那你呢 呃 就是像我剛才講 其實我平常就是一直多聽嘛 那我覺得 如果有一些可能剛入門的朋友 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就是 你平常其實 不要局限自己去聽哪一種類型的音樂 雖然好 可能你 你想要比較琢磨在饒舌 或嘻哈音樂 不見得是饒舌 可能 不管你是製作人的身份也好 那你是 Beamaker的身份 或者是你是饒舌歌手的身份 但我覺得你可以多聽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在 你不自覺在 你一直這樣海量的吸收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有一些火花 而且你還不自覺的 你還沒有 你可能當下還沒有發現 就是其實 那種東西已經內化到你自己 對 你可能過一陣子 然後發現你的創作 你的東西做出來了以後 你已經到了final的階段了 然後你回去聽會發現 欸 奇怪為什麼我現在做的東西 跟前一陣子做的東西不太一樣 現在好像多出了哪些新的元素 那是因為那些東西其實已經慢慢的 被你不自覺的吸收了 然後可能又整理成 就是 整理成你的可能算是一個招吧 就是 但是那些招 就是可能比較for你自己的 就是內化成自己的東西 而不是說 看了別人這樣子抄過來的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點就很酷 就是因為 很多人就是其實慢慢的 他也是透過吸收 但是沒有說吸收就是抄襲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把很多東西 然後資料整合到你自己身上 然後再吐一套出來是 別人沒有看過 或者是那個就是專屬於你的 就是你其實也不用怕說 你會被取代 因為你的東西就是你的 對啊 沒有人可以抄襲 就算他是去抄襲 可是裡面的那個精神跟靈魂 是偷不走的 沒有錯 對啊 那麼在創作的時候 或是表演的時候 你有很重視什麼事嗎 創作跟表演的話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啊 就是表演他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任務吧 一個工作性的任務 因為我覺得你表演跟 你創作就是 僅止在歌曲的發表 然後發佈 就是大家是 只是聽嘛 因為他們沒有看到你的人 可是你表演的時候 他們會看到你本人 所以表演的話 你就必須要把那個獎勵做出來 對 就在表演上面 跟其實只是唱歌 有一點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應該怎麼說 對 就是其實也不是說 表演你的情緒就會比較足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表演跟創作 一直以來都是可能 你從你的第一首歌 跟你的第一場表演 一直到可能你之後 第十場 第一百場 或是你第十首歌 第二十首歌 它是會一直不斷的在做進步的 就是可能 就像我如果第一首歌 我可能有哪些想法 但是我可能變成說我自己 我自己的技術面 或是我的可能 我可以 我可以去做的變化 情緒上啊 或是可能技巧上 我可能沒有辦法 到那個位置 對 所以就是我可能有想法 但是我還沒有辦法 達到我的想法 的那個目標 但是可能漸漸的做 那有時候其實也是不自覺的 對 因為就是經驗的累積吧 所以其實我覺得 經驗真的 會 就時間會證明一切 對 當然大家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都會覺得時間很不夠用 因為可能就是 工作之餘 要去創作音樂 對 我也覺得時間很不夠用 真的 我有時候都希望可以變成奇異博士 然後掌控一切 是 對就是 饒舌圈的奇異博士這樣 但就是沒辦法 對 所以就是 還是靠那股熱情去支撐音樂 對啊 那我覺得 創作 在創作的層面來講 其實情緒很重要 因為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情感 那可能你今天是說一個故事 可是因為故事裡面一定會有高潮情緒 是 那有一些地方 可能就是 也不用到 一下子很悲傷 一下又突然就是很開心 就很像躁鬱症這樣 這樣子好像 精神會分離 對你可能錄完一首歌 你可能真的 就要近一遠了 哈哈哈哈 就是不用那麼誇張 但是我覺得 就是可能 該給的情緒 可能這首歌真的 一張專輯裡面 你可能 在講 呃 譬如說 好這張是講 有關感情的 那可能一開始 一開始 是 欸熱戀啊 初戀很開心的 欸小路亂撞 這樣子 就有一種那種 小確幸感覺 就是你可以透過歌曲 傳達給大家 然後到最後可能不幸的分手 然後那個 就是 就是有些歌大家聽到 就覺得 聽到真的很想哭 就是 不忍心聽下去啊 那一種 對就是因為他的情緒 傳達的很到位 那我覺得 可能表演上也是 因為 不同的表演者 然後不同風格的表演者 他們 帶給大家的 聽覺上 然後 情感上的交流 就是完全都會不一樣 對有些人就是他想要唱比較炸的 就是 我今天我可能 我都還沒有聽到你的歌 我知道 你這一團 或者是你這一個人 歌手出來 等一下絕對就是 場子就炸掉 絕對會翻掉 然後或者是另外一個 他本身就是看起來很憂鬱的 那大家就會覺得 今天感覺要多帶幾頭面子來聽他唱 對 就是 笑不出來 因為笑了又很怪 因為旁邊人都在哭 那你第一笑好像就有點不尊重的表演 是 對 所以我覺得 對就是創作跟表演啊 其實 在情緒 然後還有 就是 情緒引導到現場的獎勵 這一塊很重要 嗯 那在這邊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帶來這首歌曲是 呃 我要帶給大家 介紹這首 就是我最近常常在聽的 汙密的 Rulabye 對 這首 蠻鬆的 蠻適合在睡前的時候 我是張正月 新世紀 新聲音 四星廣播電台FM88.1 讓你耳目一新 Yo 歡迎回到四星廣播電台 我是Simon 你現在所收聽的是 相鄰主持的經典零距離 耶 好啦 回到現場呢 接下來呢 想要問的就是說 對 因為其實像你們作曲都會有一些主題跟一些想法 那你希望聽你音樂的人要用什麼心態或是角度嗎 或者是像要有批判性的心態還是說完事不公的 因為例如大隻他的正式色彩是比較明確的 那他的思想也是很確定在那邊 對 所以其實聽他歌的人都可以從他的歌曲中聽出一些台灣的問題 那你呢 欸 其實相較之下 我覺得我的 我的 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就很簡單 就是 我希望我的聽眾 他們其實就像我的朋友 對 那他們是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然後一起交流 一起感受 我歌詞啊 或是我這首歌 或者是我這張專輯想要傳達的畫面 對 因為我其實 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比較輕鬆 因為有些人其實 就是 我之前還沒有自己發現到 有些人就說 其實我的作品裡面很多 吃的東西跟喝的東西 對 有我聽的時候覺得說 而且我有晚上在聽 想說 到底為什麼一直在吃 不是黑松沙士 就是 垃圾食物啊 超UW 對 就是 對阿 但是我現在 因為我自己現在也在減肥的 所以我現在歌詞 比較少吃的跟喝的 好不好 就是 大家不要再一直針對我 我一直寫吃的跟喝的 因為其實我 我早期 我早期真的很喜歡 用吃的食物跟 飲料類的東西去做比喻 然後把它塞到我歌詞 對 我也沒有刻意 但是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我有這個東西 對 那我也是一些朋友跟我講的 對阿 那我就覺得 欸這好像有點像是我個人特色 對 其實 其實我覺得阿 就是因為 你可以透過 不管是饒舌 或透過音樂 你今天是一個創作人 你可以透過他講很多的話 對 不見得是一個故事 因為很多人都說 這首歌裡面在講什麼故事 可是其實我覺得 音樂創作有非常多元 就是他可能可以是你 生活中的寫照 對啊 你 就是你是個貓 你是寫個貓 就是 OK阿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跟你女朋友分手 寫個很傷心難過的 OK阿 也沒有人會 針對你分手 笑你什麼 被笑就算了 對 就是一首歌而已嘛 這首歌的宣傳起過 就笑完了 對啊 所以其實我自己來阿 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的作品都是相對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舒服 那尤其是 到最近這階段 然後甚至是未來 我的音樂 都是旋律性比較多的 那比較饒唱為主的 對啊 那其實 就是 我裡面也都會再說一些故事 跟 一些可能我生活的寫照 對 那像可能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提到 我的 今年5月20號發行的專輯 那 就可以來講一下 我裡面再講的哪些 是有關我家鄉宜蘭的東西 對啊 那 其實我的 我的面相就很簡單 就是 這是for 讓聽眾朋友們了解說 我Simon這個人 那讓他們多了解一下我想要分享的故事 那我把它轉化成是饒舌歌曲 或者是可能不是那麼的純饒舌 嘻哈歌曲的方式 讓你們去議會 然後 我可能裡面要傳達出什麼意境 然後透過歌曲 然後你們就跟著 跟著去感受這樣 其實就 很簡單 有 我感覺到其實聽你的音樂 不用太大的心理負擔 真的就像你說的可以是放鬆的聽 然後而且吃其實又是很能夠觸動不同階層的人 哦對啊 只是不同層面或是心情狀況上不一樣的人 對都很能夠解除到 那 獨立音樂的製作雖然很小眾 嗯 也沒狠了啦 我覺得逐漸的開始有點大眾 但是它影響台灣很深 像草東沒有拍對啊 茄子等等啊 都是獨立音樂出來的 嗯 那你希望你的作品對於人們或者是社會 就是除了吃以外還有什麼影響嗎 呵呵 嗯 除了吃以外齁 還是吃 就是回歸到音樂 還是吃 對因為畢竟 就是要吃飯 要吃飯才有能量才能創作 嗯哼 對 不是啦 就是 對 喂 喂 不是這樣 其實現階段我想要講的就是 我沒有侷限說我一定今天要做到 超級嘻哈 就是 就是靠我就是 做嘻哈 我就是饒舌歌手啦 對我饒舌歌手就是酷啦 我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那我今天只想要做一個就是 我今天只想要做一個就是 這個音樂 它不一定要多苦 或是不一定要多進入哪一個狀態 但就是可能耐聽 那 呃 講坦白一點 現實一點 在接受度方面來講 讓大家 欸可以 你不一定要 可能 第一次聽就去愛上它 但是我會希望 欸 這首歌可以讓你跟我一起感受 那可能 maybe 我有些歌是比較 比較 低潮的 對就是你可能聽起來是覺得 比較低潮 創作的 那可能可以陪伴你度過哪一個時期 那我會覺得非常欣慰 對啊 但就是 沒有說一定要 一定是要focus在嘻哈這個方面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想要講的一點是 我覺得在亞洲 以亞洲來講 就是每個地區他們的市場 市場反應跟市場接受度都不太一樣 對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在台灣要做 很黑人 很美國亞特蘭大 就是真的很黑人那種 很比較土 比較local的那種音樂 對就是 我覺得 可能在台灣的接受度 以接受度來講 還有市場反應率來講 可能就不會那麼慈祥 對但是可能 在亞洲這個地區 如果 我們把這個狀況放到泰國 或者是馬來西亞 可能 就還會不錯 它的回想度還會不錯 因為我覺得 就是國情不同 然後 文化不同 對文化真的不同 所以 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台灣文化 然後 因為我也很喜歡拍照 對所以 我最喜歡台灣 是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融合在一起 對那包括 我們台灣也有很漂亮的景色 我們有山的 也有海的 也有都市的 對所以 就是 我還是會想要 把 可能台灣的這些元素 然後結合我個人特色 然後去做一些 可能比較 For我Simon的東西 嗯 對啊 所以 明年來講的話 對就是 明年我應該會推出一些 可能 比較有關 社會 但不會到那麼社會議題的 還是希望 帶給大家是比較 舒服輕鬆的態度去切入 的一些作品 有我發現 其實你剛才的分享裡 就是 不會是那種 閉門造句 只是自己一直想做自己的音樂 對啊 就希望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只是自己跟 一小小眾的人聽 那 接下來呢 就想要問說 那你這些 就是其實你過往 也表演過很多次 嗯 然後也有一些作品 有哪一次表演 或是哪一個作品 觀眾的反應 或是聽眾反應 讓你印象深刻呢 呃其實 一直到現在我 我跟 就是我的隊友 印象最深刻 就是 因為 我們在2015年那時候 年中的時候 我跟手腕 我們有做一首歌 叫皮卡丘 對那 後來其實皮卡丘 又搭上那個 大家在玩那個 寶可夢的 風草 對 所以就有再被洗上去一次 那 那時候我們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種風格在 當時台灣 台灣比較少人 在做這種風格 那可能 也受到一些關注 那也吸引到一些 可能 呃 音樂器或活動的演出 搖曰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當下 是蠻開心 只是我們都暗來在心裡面 就是很鎮定這樣 因為就是 然後那時候覺得老舍哥很酷嘛 對 內心就很開心 然後私底下就是可能 跑完表演 就 超爽的 就是 你看就是 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一個月 然後我們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表演 然後有 有的是可能 周六有表演 周日也有表演 對但是就是我們可能 那時候到外面表演的時候 就是還要很酷這樣 而且那時候我覺得我們唱的音樂就是 比較壞 比較黑暗一點 就覺得我們不能就是太那樣子 對 但是 其實這一直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對 就是 我們現在也是在 對 因為我現在的狀態就是 我跟SOY就是我們自己獨立也都在創作 對 那可能明年 我跟SOY也會再合體 對 就是 再做出一些企劃來 一些新的 我們兩個人的一起的歌 覺得你現在都在鋪梗 不管是剛才你講 講說明年 有新的企劃 剛才也提到有新的企劃 害我好想趕快知道 明年你到底有什麼企劃案啊 明年你就知道了嘛 不要急 好啦好啦 討厭還有一個月才等到明年 對 故意要在明年年底這樣子 蛤 什麼真的假的 這還要再等一年的意思 對故意的啊 那你有什麼 比較想合作的同輩 或者是崇拜的前輩嗎 合作 想合作的同輩其實很多 因為我覺得 我想合作的音樂人 就是不管他是製作人的身份 或者是他是歌手的身份 其實我覺得很多欸 就是 嗯 我覺得光台灣 就是 其實想要合作的人真的很多啊 不光只是在台灣 或者在亞洲 就真的多到我自己都 都沒有辦法數出來了 對啊 因為 我自己平常 其實聽台灣的音樂 也不只是在饒舌 或是其他類型的 對 那像電子啊 樂團啊 就是我有時候也會聽 對 那我 其實我之前就很想跟那個 脆弱少女組一起合作 對 聽起來很跳通齁 是 沒錯 因為完全是不同話 但是 就是因為我之前 之前都有在聽脆弱少女組 他們的 他們的作品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我 滿可以駕馭他們的東西啦 對 就是 就是 就 插他們點頭啦 對對對 那其實像 如果 饒舌或嘻哈圈的 真的就 還滿多音樂人 我覺得很酷 不管是可能同輩前輩 或者是一些 呃 經驗上 也不是說經驗就是可能 比較晚入門的 因為我覺得 厲害的人很多 真的 就是其實我覺得不管你今天是先來後到 真的 台灣 台灣太多厲害的 在各個領域 製作的領域啊 然後可能是在 各種演出的領域 我覺得很多都很厲害 所以其實 就不要再特別講誰了 反正 就很多我都真的很想合作 對啊 所以就希望明年 明年有滿多的機會 可以再跟 可能 不同 不同圈的 但是是台灣的本土的製作人 音樂人 然後有一些火花跟教友 感覺除了蹦出新火花之外呢 還有很多的東西可以期待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休息一下聽到的這首歌曲是 呃 這首是Nelly的Rub With Me 因為我一開始接觸到的 刀舍歌手就是Nelly 就是他 每次聽他的歌都會讓我想到以前 我跟我小時候的homie兄弟們 他們去打球 然後聽嘻哈的那個 那個黃金年代 說 nä 我還可以 你才是 你 fade 很難 你突然讓到 但對 廣播世界 isso 魅力無限 四星電台 带你體驗 大家好 我是淡宝 So Flippe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世新电台FM88.1 AM789 这是我们的Winter Suite 属于你的我的Winter Suite 很少访谈会有这个单元 因为通常极品配音我们都会分享一些音乐上面的故事 那今天请到Simon当然要请他直接第一手的 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乡下道都市这张专辑的一些小小的东西 大大的东西想要分享的概念 那一开始当然要先问啦 今年五月你发行了这一张义士专辑 就是向家乡宜兰致敬 那你想透过这一张讲的是宜兰哪样的故事呢 想要分享什么概念 其实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于 对于宜兰的概念就是他觉得他是台北的后闪 我知道宜兰人很讨厌这句话 对但我觉得还好 真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宜兰很多很多就是观光 然后他带动的经济效益也是 很多外地的观光客带来的 所以其实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特别排斥或特别讨厌这句话 对但是 我自己是觉得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宜兰有很多很酷的东西 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味道 而且他又离大都市台北很近 所以我觉得他缔造出另外一种的文化跟风格 对所以其实我这一张专辑名字叫乡下到都市 因为我也是从宜兰 我把宜兰比喻成是比较乡下 其实他没有到很边陲 但是我把它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 乡下到台北大都市 然后去工作 然后包括我求学阶段也是到台北就是念书 那我想把它做一个就是 这个环境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 那一定一开始会有不适应的感觉 那就是不适应的感觉以后就会有一些 一些情绪然后的表达 那包括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难免会想家嘛 思想就又有另外一个情绪的表达 那再来的话 可能住一段时间就会 你就会去观察说 那可能以物价来讲 就会发现 可能宜兰的炸酱面啊 为什么炸酱面跟台北炸酱面不一样 就是台北的可能是比较像肉炸面 那对 就是一些配料上面不同 对 然后可能配料上或者是有一些 有一些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title 可是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那还有物价 可能宜兰的物价 可能相对 吃个好像吃个麻将面 混沌糖就便宜一个五块到十块 对就是 也是透过歌曲去阐述这一些东西 不过依旧就是比较轻松的口吻 然后带给大家 并不是太偏激敏感的方式 对啊 所以就是让大家可以 透过我这整张专辑 然后去了解 但其实我要特别讲的一件事是 因为这张专辑可能 不是纯粹在讲说 宜兰跟台北的差别 然后从宜兰到台北 出发一路上看到的东西 其实他有蛮多的东西在讲 我Simon我Simon看到看到从宜兰到台北 这一路上 然后可能哪一些的转化 然后我把它透过我的歌曲 然后传授给大家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其实 你会发现宜兰 你跟着我跑这张专辑 就很像我是一个导游或地培的概念 你就会发现其实宜兰 就是看起来很朴实 但是很多的细节跟美感 就是你会觉得很有温度 对就是人文人文情怀这方面 你会觉得 就是你错过会很可惜 对所以其实 我一直就像我自己本人 就是我生活中 我很喜欢我家乡人文情怀这一块 对就可能到台北 有些地方 你不会像可能在宜兰 就是小时候跟跟阿嬷 他去菜市场 那有些人都 哎弟弟怎么样怎么样 就跟你多聊几句 可是台北可能就是 纯粹交易 就是少了一个温度啦 应该这么说 就是一张纸钞一把青菜 就没了 对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我 我就是 其实私香的情怀 它是一个元素 那再来的话就是 很多一些比较宜兰人文的方面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当一个宜兰的地培或导游 然后带你们去 看一些宜兰比较舒服的地方 包括可能 我里面有两首歌曲 一首歌曲叫大概在日落之前 跟梳花的路上 那都是比较偏海线风味的歌曲 对 就是shout我的老大哥TAG 对 他们就是也是一路支持我 那这两 这两首歌的 也是他们制作的 对啊 因为我以前刚开始 也是跟着他们去跑表演 对 就是respect to TAG 歹徒成员 对 所以 我里面有讲到 可能不只是在 比较伤的 因为我真的就喜欢 比较松 比较舒服的 异象传达给大家 那里面的主打歌 主打歌我讲一下是 臭油打鼻 对 因为 其实臭油打鼻就是 呃 它就是有一点像是那个 油耗味的东西 对 就是如果我这样讲 可能大家会比较 比较容易理解 对 那其实 这个味道 对我来讲 就是它 不仅仅纯粹是一个味道 就是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有一个 好兄弟 然后 他家是在我们宜兰那边 南管市场 然后卖南北杂货 然后那时候都常常会去找他 那 市场啊 然后有一些巷弄就是 餐饮的 餐饮的店 那就会闻到那种 那种臭油打鼻 对 所以其实 说真的啊 就是刚开始到台北 不管是求学阶段 或是工作阶段 有时候如果能够闻到那种 那种油耗味 而且 其实我也是不知道 那个油耗味到底是什么 它的比例到底是怎么调配出来的 就是那个油味 就是会觉得 好像有一种 回家的那种感觉 那是一个回忆的味道 对 对 可能就是 它可能有那个比例在啦 但我不知道 可能要去问那个 那一场的 对啊 所以就是 后来我还有 到我的第二首主打 叫垃圾食物 那就变成说 我反回来讲 我到了台北以后 然后发现 其实台北的物价比较高 那台北 有时候你去 就有一阵子 我蛮常去吃自助餐的 然后有时候夹菜什么 就会发现 其实台北就是一百一盐嘛 你夹多少 称重就是多少钱 可是 以前在宜兰的话 就是你可能 去买个自助餐 或者是 有时候你在外面 买个便当什么 那阿姨啊什么 也会帮你多夹菜 就问你有没有 刚有吃饭这样子 所以就是那个 很大型这样子 对啊 所以 其实里面真的 很强调的一个 重点跟轴心 就是在 人跟人之间的情感 还有互动的温度上面 对 真的就是这样子 就自己讲到 就觉得自己 很窩心 对 内心戏很多 那种感觉出来 大家不知道 我现在看的Simon 他表情就是 就是又很想要分享 然后又有那种感动 然后就觉得 在那边拉扯的感觉 对 就是我看到的你 自己小剧场在拉扯 那你本身身为宜兰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从都市打拼几年后 有时候回首看宜兰 看到的不仅仅是思念吧 那从宜兰人的身份 怎么连接到你这些创作呢 呃 其实就像我 就像我刚才也有提到的嘛 对 那我想跟大家再分享 就是因为我这张专辑里面 我可能不是全台语创作 但是就是我有一些歌曲里面 我会大概加入15%左右的名单语 因为其实 15%好精准的数字 对 就差不多15% 我真的有去拿捏那个比例过 对 就是因为我 我其实在 我回宜兰 然后跟一些长辈 或是跟一些 可能我小兽兄弟 他们的家人讲话 其实有时候都会混杂的一些台语 闽南语 对 就是可能国语闽南语这样混杂 所以其实我觉得 诶 这好像也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 对 那我如果把这个比例 也放到我的歌曲里面 诶 那好像又是一个不同的感受 对 就是因为我 一些身边的朋友 然后他们 听完我这一次 出的这个 《乡下的肚子》这张专辑 尤其是第一首个主打歌 《乡下的肚子》 对 那他们其实对我 里面有加一点点的台语 这个部分 印象蛮深刻的 对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 搭配我的MV画面 这样 让他们感觉好像 必须得来宜兰一趟 对 就是从台北下宜兰 对 但是我也都 蛮鼓励他们来感受一下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宜兰 有蛮多一些 很local的地方 对 但是 一些小细节 是大家其实平常会忽略掉的 所以我也希望 透过这个专辑 然后带大家 重新的感受一下 我所看到的画面 Langtown Nangtown 收集过后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那节目的最后呢 要来快问快答几题啦 怎么能够就这样放过你呢 你觉得自己创作的作品 哪一首歌最失败的 应该是Hire Brothers合作的翻墙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的可能技术面跟我的唱强方面 我觉得我没有拿捏的很好 以现在回去看就会觉得 超想下架的 不过都是一个过程啦 对我自己知道 所以就不断的在进步中 那在生活中会不会觉得被cue要集市你都很烦 现在不会啊 我会说就是pay me 就是我表演要 表演要费用嘛 对这合理嘛 对啊所以 我刚听到你说不会马上想说那就赶快来一段 好来啊 就会要pay me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真的吗 可以啊那来一小段 来一小段 好我想一下 耶 耶 我现在在乡林的节目里 你们要我问什么问题 不管 叫我Simon 耶耶 在私心的大门 耶耶 你知道我的技术是多么高潮 耶 我现在没带的小潮 不是freestyle 你们跟着我跑 耶耶 耶时间不够 还要三张就好 耶我还是觉得很厉害耶 对那就是硬要饶唱 就是因为我就是松松的嘛 嗯 该那是真的完全即兴 那你有最讨厌哪一种类型的流行音乐吗 流行音乐 嗯 其实没有到很讨厌哪一种类型的流行音乐 但是我很讨厌那种就是 台湾很多台湾人会认定的 那一种的EDM 就是他们 他们就会觉得那种 那种 因为我 我只要听这种 就是我个人啊 我只要听这种类型的音乐 我会很难进入当下的状况 就是好假设今天你要我创作 然后你在我旁边一直放这个歌 我会就是 啊 我就直接崩溃 嗯 就是就直接叫我哭给你看好了 所以流眼泪还比较简单 对 那什么时候会再合体出作品呢 如果明年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 会再跟手外一起弄一下 就期待我们Simon说到2.0 Yeah That's right 那接下来呢 这一题呢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要特别介绍一下 你对于有什么看法 这个人他是一个还蛮具争议性 然后很多人喜欢 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的神秘乐评人 嗯 你要介绍一下 Stoces的话吗 因为我个人觉得 嗯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啦 我觉得他文笔不错 嗯哼 因为他很喜欢写漏漏的 然后你没有很喜欢用 他也很喜欢用一些批语 然后就是有时候其实 他讲的 我看 我很认真的看 他讲的我有时候也是 有看没有懂 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 做音乐本来就是 你要把你的音乐给大家 大家去听去欣赏 甚至创造变了你的票 那我觉得 这本来就是很直观的 就是有人会喜欢你的东西 有人也会不喜欢嘛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就把它当作 他也是一个 就是乐评人 然后 讲更简单来讲 他就是一个会发表评论的素人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要把他的评判 当作是一首歌 好坏的标准 就 我觉得 又太主观了 对 也没有说不好啦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 是一个标准 可是我觉得都取决在你自己 如果你 我今天是一个 创作人的身份 我会 就可能我会去看一下 就 欸 哦他竟然会想到这些东西 就可能我 我还没有想说 他会有这个想法出来 对但竟然他想到 就欸蛮酷的 对所以就其实 我不会说 特别对他 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 去 可能去排斥针对 或者是 欸觉得他 怎么样去吹捧他 我觉得 就客观的去看待他就好了 对 好了那节目来到最后 最后一首歌 当然也要用你的食物 来结束今天这一回合 接下来呢 要播放的是 垃圾食物 你要介绍一下这一段吗 垃圾食物的话 就是其实 把场景换到了 就是 我已经坐车 坐到了台北 那从台北的话 回去看我的 家乡的食物 家乡的人文情怀 那对比上我们就 真的会有一些差异 对所以 I love Eli That's right 好啦那今天节目呢 就到这边 非常谢谢你 Simon就可以特别来节目 你知道 你知道邀请到你 就想说 天哪 一来是觉得有点压力 因为对于饶舌音乐 其实 我有点怕怕的 不知道怎么样问 才能够有深度 然后把你的特色表现出来 然后一方面又觉得说 天哪天哪 他终于访问到饶舌歌手 对 就饶舌歌手 其实没有那么的 看起来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 可能就是 那样子 你印象中 饶舌歌手 其实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的音乐 可以是 很平易近人的 然后 其实大家都是 可以当小品听的 对 就不一定 一定是你们 就有印象 要有某一种资历 才能听的 对 就是其实 是没有分 level 没有分国界的 然后没有分 哪一个圈 在外面家乡的味道 纯手作甚至不含仿佛 和天价的香料 他说这里的食物太早 常会关怀掉 在餐厅都看不到 人情的鲜料 他怀念家乡的味道 纯手作甚至不含仿佛 和天价的香料 他说这里的食物太脏 常会关怀掉 在餐厅都看不到 人情的鲜料 就算搬到大城市 生活纪念 我一人 听完刚才节目呢 相信你对于Simon 也有很深的了解 因为我自己 就觉得说 天哪 似乎就像是 开了一扇窗一样 看到不一样的类型 因为刚才 最前面有提到啦 就是 然后说音乐呢 其实有很多 不一样的风格 然后Simon选择的是 某一类的 然后从这中间 怎么样找到自己 这个你刚才没听到吗 回去再听一次 回去重听一次 重听一次 那接下来呢 就是想问 其实刚才的节目里 有谈到就是说 你有很多的表演经验 那哪一次的表演 让你印象深刻 其实蛮多表演经验 都还蛮有趣的 对啊 因为 其实 每次表演都会期待 会发生一些惊喜嘛 还有一些 不错的经验或回忆 对啊 那像最近的话 最近我们暑期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七月 有去马来西亚 做一个演出 那蛮酷的 让我蛮讶异的是 那一场演出 就是大家是拖鞋 然后那个场地是在二楼 然后它是铺木质地板的 那大家是拖鞋 而且还把鞋子排好好的哦 就是 那一天人蛮多的吧 我记得那天应该有两三百人 然后大家是很有规矩的 把鞋子排好 放在那个楼梯口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可是我们那天要唱比较炸的歌 对啊不会要 对就是 你现在这么弱吗 对这样会不会有点尴尬 对 然后后来 而且我进去的时候 我还发现那些地板 就是它没有打扫 所以有点滑滑 我还把袜子脱掉 它可能是有打蜡吧 对 就我怕跳一跳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点滑出去 这样就有惊喜啦 就不帅啊 不行 不行对 所以还故意把袜子脱掉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是还蛮不错 而且我们那一次是踩在一个 很像类似酒吧那个吧台上面 然后踩在上面唱 对 所以就是 因为上面就是它的那个天花板 就是比较低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有点 有点这样子弯腰的唱 对 所以其实还是蛮 好奇怪哦 蛮酷的经验 对 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还有问一下 就是他们活动方 对 就是说 所以到时候是真的拖鞋 站在这边唱 然后就说对啊 然后我就 哦哦哦好吧 那就可能是 我不知道我当下想说 可能是那边的文化或什么吧 反正我们就respect 所以就 就是照着当时的情况 我们就去把它演出 就顺利的完成 所以我觉得 这几个月来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应该是哪一场演出 对啊 有人现在听到就 有点难想像 然后你知道他光着找 然后还要站在 因为听起来你不是站在一个 设定好的舞台上 不是 而是一个吧台上 对 可是很酷因为 现场大家其实 也都是很容易进入状况的 对所以就是 完全没有问题啦 就是其实 整个演出下去 然后 带大家可能 一些气氛上来讲 所以我觉得 就都没好病 OK 对 你有觉得 欸你刚才讲到表演吗 对 就开始说带气氛这件事 你有带不成功的时候吗 就 或者是应该说 怎么样做才能够 比较容易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比如说像 如果是主持活动的话 有时候也会想带海观众 但是其实也很怕自己讲了以后下面没回应 很干 所以就会 譬如说像我在主持 我就会有点 有点保留 我就想说我要这样做吗 如果没回应怎么办 所以我会很想跟你许金说 欸你们会怎么做吗 就 其实还好耶 其实就是都 就顺顺的嘛 然后 就是 如果你发现下面的人好像 感觉心情今天都不太好 嗯哼 就拜托一下嘛 拜托各位 你说直接吗 各位大家 直接嗨起来 之前有一次 有一次好像有点 有点重感冒 对 然后声音真的很傻哑 就很凶的 然后那一次就是真的 很怕 大家 心情更不好 我不想理这样 所以我就 你很注重大家的心情 对对对 希望他们心情好嘛 所以我还真的拜托 我说拜托各位 给一点面子 然后就大家也都玩配合 对对啊 就是 有些歌曲该拿手电筒出来造的 也是有拿出来造 对对对对 所以 还是真的很感谢每一次活动 配合我们的大家 真的 那在这么多的表演地方 你接下来还想去哪里表演吗 或是想要参加怎样的音乐祭呀 站上什么样的舞台 就 选择是小孩才做选择吧 应该是全部都想去唱吧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就是 我是一个音乐人 我就想要挑战不同的舞台 那大的小的 我觉得都OK 因为其实 每次演出都是一个经验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回应 那也是一个过程 也是成长 所以我觉得 我全部都要唱 我都不要什么大小的 对啊 小孩才做选择 全唱 全唱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节目呢 非常谢谢你们来 谢谢 也谢谢之前小布的牵线喔 我在这边谢谢小布 好啦那 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呢 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然后呢 喜欢这样子的节目 我们就下一周二的同一时间再见咯 拜拜 耶 拜噜 喜欢今天这样子的影片呢 请帮我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吧 下一周二的星期 累了 再一次